麻将是中国民间非常常见的休闲娱乐活动 同时它也是非常考验脑力的一支类运动 在国际支类运动会中 麻将也是重要的比赛项目 在我的乡后 来自亚洲 欧洲不同国家的留学生 正在进行一场趣味麻将活动 这个呢 是二条 这个呢 三条 这一张是一个像一个小鸟一样的 它叫做一条 这个需要特殊镜像 吃的话你只能吃以上一家的 但是碰你可以碰任何一个人的 一般情况下麻将是四个人一桌 但是今天考虑到有很多新手 所以我们安排八个人一桌 我们来看一下八个人一桌 我们就算明白麻将的这个牌到底有怎么打 我的数学不好 哈哈哈 我会语言不会数学 要多练习吧 不一定有很多 很好玩 但是 学会肯定需要很长时间 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说特别难的 而且那个里面有很多资料 那个很多文章啊 我想记住 但是我根本记不住这个 我可以跟很多人聊天 而且需要懂我的脑子 例如我需要放弃这个 碰这个 吃这个 一边打麻将 一边学中文 这个atmosphere 比较热情比较好玩 你马上硬的时候 但是你还没硬 这个感觉是 嗯 兴奋的感觉 他们说我硬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硬了 所以 accommodate 好 说 愉快 kadar 你 优优吧